白色情人節的晚上9點鐘 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先祝大家白色情人節快樂 但是在今天大家還是非常關注的 就是一歲男童凱凱的被虐死的案件 當中包括保姆的角色 還有這個社工的角色 到底在當中有沒有疏漏的地方 尤其現在大家要先討論到 是這對保姆姐妹花 疑似曾經改過名字 雖然現在大家都知道他們姓劉 但是過去其實姓沈鄰居透露 疑似就是為了要繼承家產 才會有改名這樣的情況跟行為 另外其實鄰居也說了 妹妹在之前一度在自家的一樓 開了幼兒園專門招收2到6歲的小朋友 但結束營業之後 姐妹倆一度申請聯合居家托育 還在網路上向其他媽媽要不要錢的 愛心嬰兒用品 緊鄰的這三棟公寓 都是射虐筒致死的流線保姆 加速房產 甚至保姆丈夫的繼承者 大啦啦就停在巷口 傳出流線保姆工程都是為了錢 才會接下俄福聯盟委託保姆的工作 但鄰居透露兩姐妹不缺錢 馬英九後面有一個老家 後來又改嘛 改新建 四姐妹 四個七妹 四個七妹 四個大坡 我們來大洋還是小弟 我們都賺到三個店 除了戶籍地的房產被爆出 家族在前總統馬英九住家附近 還有一塊地 連流線保姆的先生也不手軟 砸三百多萬元買下海釣船經營 可見一家人生活狀況不錯 流線保姆姐妹被查出原本姓氏為省 疑似為了加成問題 蓋回家族姓氏為流 姐姐在110年取得保姆證照 妹妹則是更早 就讀相關科系之後 79年拿到證照 還在自家一樓開幼兒園 招收二到六歲的孩童 直到110年 兩個人向台北市社會局申請聯合居家託育 更曾在網路社團跟其他媽媽 要免錢的愛心育兒用品 但很快又分開取證 他們以前有開托兒所幼稚園 就托兒所在自家 我想說都敢開還敢虐待 晚上兩姐妹會來這邊公園抽冤 一二樓租人家 他們一二樓租人家 後來三樓以上自主 改姓是有規定 未成年是可由父母決定 成年後也有一次 但兩個人不只改姓連名字都換掉 一度被懷疑是否躲債 但光持有的現住地和戶籍地 兩棟房產就破千萬元 是否單純是為了加賺 還是另有所慢 其實一歲的凱凱被虐待死亡 當然她的家屬是最難過的 尤其是她的外婆覺得大受打擊 因為她認為說自己怎麼被 最信任的人給欺騙了呢 尤其大家也很想知道 這名社工到底在整個過去三個月當中 有沒有發生異狀 現在呢有更多的疑點出來了 包括很多人在質疑說 社工跟保姆兩個人是不是一起說謊 因為針對死因的部分 兩個人說法是一致的 都是異乃至息 但是如果從屍體的外表來看的話 凱凱的頭上明明只有瘀傷 這麼明顯的傷勢 社工怎麼沒有注意到呢 而且兒科醫生就說 其實在小朋友身上 只要重複出現瘀傷 就很有可能去虐待 發現兒女案件 第一時間啟動兒哨通報 詳細記錄傷害形狀及位置 除了骨折 外觀不一定看得出來以外 一般受過訓練的社工 應該都能看出身體異狀 驗屍這名書寫下一歲男童凱凱 確認她殺 頭臉部四肢多處瘀傷 遭人束縛約束 長時間罰戰毆打 保姆卻在第一時間變成男童異奶 誠心社工缺乏敏潤判斷力 沒能阻止悲劇發生 去年九月 凱凱健康送到保姆家 不到一個月被剃頭髮 十月底兒童有大片鬱青 說是上個月玩耍撞到的 但這時的她眼神呆滯 沒有笑容 到了十二月 瘦一大圈 鬱青還沒退去 以幼童來說 似乎不太合理 沒有這些寧血功能的 一些疾病史的話 基本上可能一個禮拜內 那個鬱青就會 基本上就會慢慢都消失 要確認兒院醫師會評估 是否一年超過三次急診外傷 避史不一致 或是和檢查不服 受傷沒馬上就醫 以及骨折或頭部受傷 只要符合一到兩項 就有兒女風險 只要有一些瘀傷 然後反覆一直出現的話 這也要高度小心 因為可能一些照顧者 會把它歸裂 他在就是很調皮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六項 那個真的 其實病史都問得出來 就是要高度警覺 這回社工疑似在第一時間 和保姆口徑一致 對家屬謊稱異乃造成 外婆得知 孫子是被虐待而死 難以置信 外婆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 然後都相信社工的說法 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 這個 凱凱是真的受到很大的一個虐待 然後這個 涉案的人越來越多 她曾經相信的人 都可能是騙她的 我想這個是 一而再再而再的 給她新的刺激吧 曾經信任社工和保姆會照顧好凱凱 如今市政一一浮出 小孫子生前遭受什麼樣的對待 留下的證據會說話 而現在漢市發生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亡羊補牢 趕快把社會安全網的洞給補起來 但是就在這個時間點怎麼出現了 中央跟地方互踢皮球的狀況呢 原來是台北市長這個蔣萬安說 在事發之後 其實按照規定有通報衛福部說 要不要開重大而虐的會議 但是獲得了不符合規定的回覆 而針對這樣子的指控 中央是怎麼說的 衛福部長薛瑞人說 其實地方不用請示中央 就可以自行的開會檢討 也引來了蔣萬安的批評 而虐的這個檢討會議 都沒有說一定要請示中央 這樣講話其實並不是很適當 開完會在隔空交鋒 北市虐童案中央是否互相指責 到底是誰不當一回事 社會局在第一時間24小時內 依照規定進行了通報 他要做的是通報中央 孩子都已經死了 當然是重大的案件 這個本來就可以來自行做判斷 孩子都已經過世了 你還分這個幹嘛 就是要地方自主應變 只是按照規定去年12月24 虐童案發生後 北市社會局依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事件防治計畫 兩次行為衛福部 詢問是否召開重大兒虐檢討會議 保護司以家內施報規範 說行為人是指父母監護人及實際照顧人 此案是保母不符標準 社家屬則沒回覆 哀哄三個月來衛福部沒作為 我是沒有看到紙本公文 因為紙公文也會獻上簽合的 我是沒有看到 請問保母不是實際照顧者 誰是實際照顧者 請衛福部不要繼續用謊言 來遮掩自己的獅子 其實責任大家可能都跑不掉了 衛福部成為重矢之地 將收定重大兒虐習威仍擴大到任何人 至於市長蔣萬安這一句不要公親便士主 也挨批一副北市府沒責任的樣子 事情發生在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就是重大兒虐事件的主事者 中央地方都難辭其咎 蔣萬安臨時去行政院會補救 隔回城見人先道歉拼眾怒 對家屬還有自己的生命表達歉勵 TVBS新聞程序 黃俊維立品SN小組台北報導 而現在在金門周邊海域 是再度發生了大陸漁船的翻覆意外 而且也造成有人死亡 到底怎麼一回事 來自大陸漳州的漁船 疑似是觸礁翻覆 而且包括中國大陸方面 還有台灣的海巡也拼命的來進行救援 目前已經巡獲了四個人 但是總共有六位的陸籍船員落海 目前還有兩名人員是下落不明的 而在就上岸的四名人員當中 是兩人罹難另外兩個人生懷 海面上有騷船載服載城 只剩下船底露出水面 各式各樣的船隻圍在一旁 對蔣機還不斷傳來資訊 陸方及海巡互聯絡要趕緊救人 陸方及火方的搜救船隻 14號早上六點金門海巡接獲通報 有陸籍與船翻覆 在金門最南邊的東定島 西南方1.07里海域 已經是在近縣值水域內0.3里 疑似觸礁不慎翻覆 船上有六名陸籍船員落海 現場持續由本署四艘巡防艇 與六艘救難船艦 陸方的六艘救難船艦共同搜救中 國台辦表示這艘閩龍魚61222船隻 是在凌晨2點多疑似觸礁翻覆 當時附近的大陸漁船有先救其兩人 而海巡則是在早上6點02分 接獲國搜中心通報協助救援 救生救難就是我們的任務之一 尤其是今夏這個水域 是一個很狹窄的水域 如果雙方不能夠合作的話 那很多事情都很難處理 白色帽子的是陸方人員 而橘色帽子則是我方海巡人員 兩方一同合作 再找到了兩名遇難者 目前還有兩人失聯 因此軍方也出動兩棲營 營長帶隊與四名潛水員 一同搶救 希望能盡快找到失聯人員 但發生危險仍是人命優先 指這次行動是否有記得打開密錄器 或添加其他錄影配備存證 海巡低調未回應 外界也更加關注 TVBS新聞王日廷藍廳 金門採訪報導 看世界持續帶來 觀察到俄羅斯的總統大選 預計在3月15號到3月17號 這個時間段來舉行 當然目前看起來普清絕對是贏家 但是現在他也喊出了借選名號 為什麼 我們先來看到其實現在 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打擊 其實在昨天我們也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烏克蘭派出了無人機 針對俄羅斯的石油基礎建設 還有煉油廠來進行攻擊 但是現在連續第二天再度發生 在3月13號的時候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的重型無人機 是再度攻擊俄羅斯的本土煉油廠 包括是夏諾夫哥羅德以及良讚 以及羅斯托夫這幾個地方 都是烏克蘭鎖定打擊的重點 當中我們要特別來看到 是俄羅斯國內第七大的煉油廠 良讚這個地方 其實距離莫斯科蠻近的 只有180公里 而且一年精煉了1270萬噸的石油 在俄羅斯的總量4.6% 而現在好幾大煉油廠 都被打擊的狀況之下 當然對俄羅斯的經濟命脈 石油產業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 當然對他們的經濟也都是有明顯的損害 以煉油廠來說好了 其實這是俄羅斯主要的收入來源 減少他棄柴油的出口量 因為在這一次的平均打擊當中 在3月1號開始就暫停棄油出口6個月 不只如此對他們前線這些重機具 所需要用的柴油也好 或是其他的油料來講 其實也都是有可能會有一個斷工的情況發生 另外在國際上的影響是 國際油價也因此走漲 除了剛剛看到了這些的因素之外 再上美國的原油庫存比想像中的還要少一點 所以以連帶也導致國際的油價往上飆漲 在13號的時候大漲了將近3個百分點 價格升到了將近4個月的高點 但是針對這一次的烏克蘭打擊 其實俄羅斯的總統普欽 把選舉跟烏克蘭的攻擊結合在一起 他說這一次烏克蘭的襲擊 是為了要干擾本週登場的總統選舉 來表達公民的意願 但是其實現在 包括普欽喊出了借選名號 甚至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西方媒體就說了 現在俄羅斯總統普欽 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救世主的形象 空襲警報伴隨一聲爆炸巨響 這不是在烏克蘭 而是俄羅斯本土的西部麗山 俄羅斯石油公司一座最大的煉油廠 遭到烏均的無人機跨境襲擊 在戰場上 烏克蘭說它已經被撞到俄羅斯的油工廠 包括這一個 歐軍宣稱烏均派出的58架無人機 全數攔截 刻意宣揚防禦率百分之百 就是因為本週五開始 俄國要舉行總統大選 要拚連任的總統普欽就地取材 說這是烏克蘭不擇手段借選 俄國外交部也加入唱雙簧 說美國將要對俄國的 電子投票系統發動攻擊 但在西方眼裡 普京大權在握哪裏會怕落選 只是靠大內宣來維護統治正當性 普京接受俄國官媒專訪的時候 又發動覆蓋的核武恐嚇牌 普京一邊發狂言說俄國陸海空核三角打擊 隨時準備備戰 一邊又說不管誰當美國總統 俄國都會跟美國合作 這種笑裡藏刀的說辭 美國媒體看來 就是告訴西方 誰也動不了我普京 提供選送不到 再來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美選 尤其川普現在非常重要 而且在過去大家認為說他的資金 可能會有點短缺的狀況 也可能讓他在一些關鍵的時間點 關鍵的特定的搖擺州 可能沒有辦法好好的下廣告 所以現在就要看他的銀彈到底足不足了 但是其實在之前就有傳出 川普其實見了馬斯克 希望他可以來幫幫忙 而且來做一些政治的現金等等 但是現在馬斯克自己就說了 馬斯克正此說的確在海湖莊園 在海湖俱樂部的時候 其實有在朋友家吃早餐 但是他強調沒有贊助川普的任何訴訟費用 而且川普雖然的確講了很多話沒有錯 但是川普並沒有明確的跟他要錢 而且他現在不傾向支持任何人 但是這句話非常關鍵 雖然說在上一次的選舉當中 他是支持拜登的 也就是美國的現任總統 但是在過去他在自己社群平台上 也不斷的發表一些反對拜登的言論 的確現在他還被證實說 其實正在遠離拜登 但是如果今天這個美選的結果 真的是由川普再度重回總統大位的話 到底他的內閣人選 尤其大家很關心的美國經濟財政部長 到底會是誰呢 現在有一些傳言流出來 包括被點名的就是避險基金的大亨包森 他身下有44億的美元 而且過去好幾次都為了競選來募款 在1月份的時候川普也曾經點名 而且川普還給他一個封號 他說他是印鈔機 所以也可以想像說這個人物 在川普心中的分量 還有扮演的重要角色 會不會是下一位的財政部長 當然可能還要時間來進行的驗證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可能的人選 是海納國際集團的創辦人雅思 總資產來到了408億美元 在2022年的其中選舉 是第四大的捐款人 當中他非常多的收益 是來自於字節跳動150億美元的股份 但是現在字節跳動 在美國的確遇到了一些難處 因為現在美國的眾議院希望提案 而且只花了短短個星期 就要求通過了一個提案 是希望說這個字節跳動 可以出售TikTok 也就是抖音在美國的股份 等於說要明確切割 而這個案子接下來就要送到了參議院 但能不能過關呢 恐怕還有變數 美國眾議院週三在全院院會 以大筆數贊成通過TikTok法案 由於美國總統拜登已經表明簽署意願 因此整個法案距離成案生效 只剩下參議院的審核與表決這個門檻 眾議院在短短一週內 光速通過的這份法案 要求TikTok 必須在法案生效後的半年內 與母公司字節跳動切割 才能繼續在美國合法營運 否則將停止美國APP商店 提供TikTok等字節跳動 旗下APP的下載服務 支持法案的議員還特別指出 這種社交APP所有權的切割要求 在美國早有先例 2018年全球最大同志交友APP Grander 遭中國遊戲公司昆仑萬維 陸續購得百分之百股權之後 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 就曾經擔心 中國母公司可能會透過後台數據 取得美國民眾性取向 與健康情況等隱私個資 甚至藉機勒索美國民眾 進而影響國家安全 因此勒令撤資切割 昆仑萬維在2020年以6億美元售價 把98%的Grander 股權賣給美國公司 但如今的TikTok 與當年只有三千多萬用戶 而且多半屬於社會 小眾群體的Grander之間 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對美國整體社會的影響程度 因此在眾議院通過法案之後 TikTok執行長周壽茲在自家平台上呼籲美國民眾 共同反對這項法案 影片中周壽茲對於字節跳動撤資 就能讓TikTok繼續合法經營的法案內容 只字不提 而是強調法案會令TikTok在全美禁用 號召用戶共同反對 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因此遭遇電話轟炸 甚至有青少年揚言不撤回法案 就要自殘或者訴諸暴力 數十名TikTok支持者連日來 也在國會山莊外示威 呼籲議員要保住TikTok 以保住民眾飯碗 相關示威者的履速費用 被證實是由TikTok公司支付 擁有50萬TikTok粉絲的 美國時尚類網紅梅西艾倫林坦言 自己雖然同時經營三個社交平台 但TikTok為他帶來最大的收益 他認為TikTok是被單獨鎖定 在多個平台上經營的美食網紅夫妻檔 則坦言對於TikTok法案通過沒有太大感覺 因為當前的網路環境變化快速 今天火紅的App隨時可能變成明日黃花 所以作為網路內容創作者 本來就不應該只依賴一個平台 兩人也認為數據安全問題 實際上存在在每一個網路平台上 但TikTok如今被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鎖定 最主要就是因為他的中國背景 北京當局痛批美方法案是霸凌 並且重申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目前法案仍需經過參議院這最後一關 在美國大選腳步靠近的敏感時機下 法案最終能否送上拜登辦公桌仍存在變數 至於法案會否對當前脆弱的美中關係帶來影響 由於雙方都有各自的內部事項需要專注處理 保守應對可能是最好方針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關訊到 其實包括美國以及中國大陸甚至俄羅斯 其實過去不斷有軍備競賽的情況發生 但是現在有情報顯示 美軍在特定的部分似乎有點稍嫌落後了 我們來看到 其實現在美國的國防情報局分析師就說了 其實中國現在擁有全國最大的高超音速飛彈的武器庫 這也代表說 其實這些的武器庫當中 這特定的武器是可以裝載核彈頭的 而且還可以打擊到美國目標 而美國在這個特定的關鍵領域 是落後中國大陸還有俄羅斯的 我們先來看到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從過去一直都在喊說 要建設一支強大的火箭軍火箭部隊 尤其大家對這個型號 東風時期是非常的印象深刻 現在美國的情報就指出 其實從2020年開始就部署了 而且射程超過了1600公里 這什麼概念呢 就代表說這個美軍在西太平洋上的美軍基地 軍事基地 甚至一些艦隊上的資產都是有機會備受威脅 而且或許大家對東風時期也非常熟悉 是在去年的時候 美國學者就說了 中國大陸其實在東南部的沿岸 部署了東風時期 而且瞄準的就是台灣 還有美國還有台灣的相關盟友 當時過去就指出說 很有可能也會對美國造成了威脅 再來我們來看到俄羅斯 俄羅斯本身也有部署了三級音速的機動武器 可以裝載盒子還有傳統彈頭 他們點名說像這種匕首飛彈 射程也來到1980公里 在烏克蘭戰場上也有廣泛使用 而現在美國要怎麼做呢 其實美國在過去的試驗 好幾次都失敗 數十億的級音速飛彈 研發是受挫的 所以空軍也希望說 可以研發這種空射快速的反應武器 所以現在有這麼多情報都顯示說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俄羅斯的這種高超音速飛彈 其實發展是無非猛進的狀況之下 美國當然很緊張 所以他們的小組委員會的主席 藍伯恩就說了 這是美國國防最急迫的問題 也必須要來趕快解決 但是其實我們要來看到朝鮮半島的局勢 現在美韓自由護盾軍演 在今天就是最後一天了 而南韓的KEA2的坦克實彈也跟著登場 在軍演期間當然北韓不甘失落 是大秀金肉 甚至金正恩也視察了坦克部隊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一身皮靜裝 視察坦克部隊操演 這次主要是來瞧一瞧北韓一款新型 主戰坦克 不過金正恩可不光用眼睛看 還親自坐進坦克車裡駕駛 露出他那張圓圓的臉 似乎對坦克車的性能相當滿意 南韓國防專家分析 北韓的新坦克 外觀造型 其實和2020年勞動黨75週年 大閱兵時曝光款式非常接近 不排除是升級的版本 懷疑已經完成部署 而美韓自由護盾聯合軍演正式落幕 韓聯社報導北韓今年的反應相對比較安靜 北韓聯合軍演出的日常反應 北韓聯合軍演出的反應 並沒有趁機場射彈挑戰 但卻連三天嘗試干擾南韓的GPS系統 另外美韓預告 今年8月的已知自由護盾軍演 將首次假設北韓動用核武德合作戰應對演習 點新聞 綜合報導 再來除了軍事發展之外 當然保密防碟還是很多國家非常注重的一環 尤其我們來看到現在英國要避免一些 姦鐵潛入他們身邊 因此針對一些相關政策要再更收緊一點 包括彭博社就報導說 其實消息人士指出英國考慮限制以官方公務為理由 有入境的中國大陸公民人數 因為這樣子官方公務為理由 就很往往會繞過正常的簽證審查程序 他們很擔心這樣子會不會變成一個破口 變成一個漏洞 反而讓中國到了間諜 潛入到了英國的國境裡頭 所以他們現在要收緊的範圍有哪些呢 包括會限制以外交類似規則的入境人數的部分 還有這連活動範圍也都要跟著限制 會限制官方政府贊助的活動範圍 因為通常這樣子是不需要簽證的情況 還有不只是防止間諜進入到英國境內 包括在新聞自由的部分 英國也要好好的來掌控 因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投資的公司 提案要接管英國媒體 包括是很有名的媒體叫做每日電訊報 甚至是英國的百年老牌雜誌《旁觀者雜誌》 也一度被認為是要收購的相關標的之一 在英國也引發了非常多的議論還要討論 但是現在英國認為說 其實這樣子的做法不妥 所以說他們打算要修法禁止外國政府在英國 擁有報社還有新聞雜誌社 其實也讓這樣的收購案件跟著也被封殺了 再來我們來看到其實現在包括英國 包括美國要抗中 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 最新一個事件最新一個理由出來囉 現在有美國議員呼籲說 大陸賣到美國去的海鮮一次是使用了北韓勞工 而且是苛刻北韓的勞工 所以他們認為要把中國大陸賣到美國的海鮮給盡了 美國駐華大使博恩斯十一號低調現身香港中環 面對媒體提問不發抑鬱 博恩斯這趟訪問行程宣稱是為了蒐集美國商界代表 對香港未來的看法 但是逢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之際 港媒南華早報解讀博恩斯司馬昭之心 質疑美國又打著不可告人的算盤 美國抗中再出招 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 要求拜登政府停止進口部分大陸海鮮 因為有大陸工廠涉嫌雇用北韓工人強迫勞動 並且苛扣北韓工人薪資用來挹注金正恩的核武計劃 除了美國抗中動作頻頻 英國也傳出有新禁令 外媒彭博社披露 英國政府為了遏止間諜活動 將考慮限制職外交或公務護照的大陸公民入境人數 包括限制以外交等途徑入境英國的人數 或者限制不需要簽證的官方或政府贊助活動範圍 並且會要求入境人士提供更多資料 以便有更多時間進行預先的審查 英國情報單位宣稱 去年英國境內超過2萬人曾在網路上被大陸間諜接觸 英國開始對陸方採取強硬立場 但就怕修法導致中英關係深變 在英國內部引發不少討論 TVB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要討論的當然還是整個北約國家 其實現在隨著俄武戰爭爆發之後 當然對北約國家來說可以說是非常緊張 而且現在也走一個備戰才能止戰 才可以嚇阻俄羅斯一個路線 現在我們要來看到包括是丹麥 現在在2026年打算要強制徵召女性入伍 等於說不分男生女生通通都要服義務役 我們現在來看到其實他們在預計在2026年 要引進了女性的徵兵制 換算下來的話也是歐洲的第三個國家 前面兩個包括是挪威還有瑞典 而且不只呢女性要當兵 而且當的是義務役時間也跟著拉長了 不只男生不只女生 通通都要從4個月拉長到11個月 而且不僅如此喔 其實如果要增加這個軍人的數量 是一個環節之外 當然國防預算也要跟著提高 現在未來五年他們打算 國防預算要增加到60億的美元 相當GDP的戰品從1.4%提升到兩個百分點 已符合了北約的要求 但是呢其實這樣的做法 看在他們國內眼裡 當然還是打出了兩性平權的名號 希望可以尋求真正的性別平等 但丹麥總理也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說重新武裝不是因為想要戰爭 而是希望可以避戰 當然很明顯見指的就是俄羅斯的 但我們現在來看到丹麥的人口 總共有600萬喔 去年是有4700人服兵役 有25%將近1%是女性 未來會增加每年來到了5000人 以現在現役的武裝部隊2萬人來說 差不多一半是職業軍人 但是喔其實這樣子的動作看在普京的眼裡 不知道是怎麼想 但是他倒是針對北約不斷的東擴這件事情 是非常不滿的 他警告芬蘭瑞典加入北約 也覺得是沒有意義的第一步 而且他也嗆聲說將會在芬蘭邊境駐軍 而芬蘭的總理是怎麼回應呢 他說其實俄羅斯顯然與西方長期衝突這件事情 已經做好準備 所以呼籲歐盟要增加軍事開支 鞏固自身國防 的確以現在整個北約整個歐盟的態勢來說 都還是認為說增加自己國內的國防武力 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應對俄羅斯的威脅 再來我們來看到 美國加州的一處FBI訓練基地 在進行拆彈訓練的時候 突然發生爆炸 也造成了16個人受傷 這封鎖線內監視人員正在忙著搜證 地點是美國加州局局 FBI在當地的一座訓練基地 週三下午1點鐘左右 SWAT特警正在單層長方形的建築內 進行拆彈的演練 卻突然發生了爆炸 至少導致16名SWAT特警受傷 其中一個人腿部傷勢較嚴重 需要開刀 另外兩個人則是屬於皮肉傷 更多的人則是因為爆炸 引起頭暈跟耳鳴 目前還不清楚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爆炸 不過事故的調查 已經由FBI自己來負責 要釐清是否是人為殊食 或是有其他的情形 才會導致爆炸 最終焦點我們要來看到 是美軍的羽鷹運輸機 在去年墜毀造成了八人罹難 而現在呢 在事發之後的三個月 現在這款運輸機 已經可以正式的服役了 但是當中的調查結果 似乎還沒有非常明朗 所以再次看到羽鷹運輸機升空 也讓很多的沖繩民眾 覺得非常擔心 美軍魚鷹運輸機 從沖繩美軍機場起飛 15分鐘後 另一架魚鷹機也起飛 沖繩當地官員 佈滿美軍讓魚鷹機赴飛 因為去年11月 一架魚鷹運輸機 在洛爾島附近墜毀 造成八人罹難 事故原因只說是零件缺陷 似乎沒給大家滿意的交代 不只如此 美軍還準備在沖繩縣 與流麻士部署 能夠從陸地攻擊艦艇的 12型地對艦導彈部隊 也不受當地民眾歡迎 沖繩民眾不滿的 還有美軍每月一次的跳傘訓練 根據日美兩國協議 跳傘訓練應該在伊江島的 輔助機場進行 特殊情況才使用加首納空軍基地 與當初說好的不一樣 也難怪沖繩民眾強烈反彈 DVVS新聞綜合報導 昨天我們為您報導說 中國大陸河北燕郊的一家炸機店 發生了大爆炸 而且呢 在爆炸之後的兩個小時 周邊的建築物也傳出了爆炸聲響 總共造成了7死27傷 但是讓大家看傻眼的事 像是這種公安意外 記者到前線採訪是一個 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沒有想到 中國大陸的記者到前線的時候 竟然是被推打 而且鏡頭也被影響了 也讓央視的主播 可以說是看傻了眼 13號上午8點多 河北省三河市 燕郊一間炸機店 發生大爆炸 到了9點多 附近居民又聽到第二次轟然巨響 我的媽也又炸了 這場慘劇 最後造成7人死亡 27人受傷 從空拍鏡頭可以清楚看到 不只發生氣爆的大樓 被夷為平地 周圍建築也滿目瘡痍 雖然火勢受到控制 但廢墟中 仍不時有濃煙竄出 對街的這個樓房 差不多我目測 應該有150米左右吧 招牌全被這個爆炸的衝擊波 給崩歪了 人在家中坐 或從天上來 隔一條大馬路 對面的鄰居 不只大門被震歪 切菜砧板和廚房器具散落一地 就連廁所的天花板也崩落 可見爆炸波的衝擊力有多驚人 那是因為在這個事故發生之後 當地是在500米之外 是架起了一個安全的警戒線 那麼在這個現場 我們能夠看到 來自這個應急消防和公安的力量 也正在介入 河北省三河市的公安 強勢阻擋大陸官媒報導 甚至推擠攝影記者 鏡頭交回棚內 就連央視主播也看傻了眼 事實上在爆炸案現場 許多媒體記者 就這樣被公安團團包圍 工作人員澄清 是因為現場仍有天然氣泄露風險 建議所有非救援人員 退到封鎖線外 竟然連央視都被趕 中國記者罕見發生批評 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 也抨擊當地政府 強調正當採訪是記者的權利 三河市人民政府事後表示歉意 不過對爆炸起因仍隻字未提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 現在也傳出了乾旱危機 尤其是雲南 去年已經出現了一支大旱了 但是在今年光是春天都還沒過完 已經顯現出旱象 有很多水庫都告急了 甚至部分水庫已經停止供水 還干涸到地面均裂 現在當地已經發佈了 節約用水倡議書 投入了超過人民幣8億元 希望可以趕快看 這裡是驅京市馬龍區的黃草坪水庫 2022年這個水庫的最高水庫 蓄水線呢是我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 當時整個庫區的庫容是690萬立方米 2023年受持續乾旱影響 水庫的蓄水量急劇下降 鏡頭帶到的黃草坪水庫 蓄水量僅剩下100萬立方公尺 延下都還沒有夏天 雲南就爆出旱情 而這個水庫還是主城區5萬多人 主要用水來源 但從去年開始就已經停止供應 改從外地掉水 不光是黃草坪水庫 當地勒一個乾孩子水庫狀況更慘 從空拍畫面看 整個蓄水池一滴水也沒有 乾涸到地面還呈現均裂 雲南成為乾害重災區 目前漢情影響區域已經涉及到 昆明市、取景市、交通市等 總共11個州市、74個縣市區 當地政府已經發布了 節約用水倡議書 農地裡頭安裝的澆水系統 不再像過去大面積噴灑 因為缺水變成一滴一滴慢慢灌溉 農民稱作低灌 要比噴灑形勢省下三倍的水量 而農村居民生活用水 早在一個月前就開始依賴 送水車每天送水 目前雲南已經投入人民幣超過8億 要實施十項抗旱能力提升工程 其中包括建立新的蓄水池 計劃三葉底前線貫通 前線貫通以後 馬龍整個城市的生活生產用水 將得到徹底的解決 雲南干旱原因主要是降水時間 空間分布不均 瞬其跟旱季流水量落差極大 一旦雨季延遲 旱情就來報導 去年雲南到了五月 降水還沒有明顯增加 引發嚴重旱災 雲南是大陸西南部的水電大省 西電東宋的運作下 雲南和廣東分別是大陸南方電網體系中 最大的送電方和用電方 如今春季雲南就出現旱情 恐怕緊接著 廣東電荒也會提早拉緊報 根據氣象不能預測 2024年3月至5月份 雲南省大部分地區降雨偏少 氣溫偏高 這波旱情可能持續到5月 屆時如果降水無法及時緩解 雲南缺水引發廣東缺電 再度上演生產經濟勢必受拖累 TBBS新聞綜合報導 在美國的德州有名傳奇男子 他小的時候得了小兒麻痹 不只終身癱瘓之外 他的呼吸功能也受到影響 所以在他人生當中的70年裡面 他都必須待在一個鐵桶裡面 充當鐵肺維持他的呼吸功能 不過現在比較傷心的消息傳出了 他在2月的時候感染新冠肺炎 拖到星期依舊是不幸事事 享受78歲 巨大圓形鐵桶擺在房間中央 桶子內有一名男子 旁邊還有各種醫療儀器 這名美國德州的男子 不是在做身體檢查 這個鐵桶其實是他賴以為生 70年的呼吸工具 這名男子叫做亞歷三大 在6歲時因為罹患小兒麻痹 導致終身癱瘓 唯有靠著這個鐵肺中的氣壓變化 才能讓空氣進入他的肺部 維持生命 沒想到住在鐵桶裡的生活 一代就是70年 打破了金氏世界紀錄 直到今年2月感染了新冠肺炎 不幸過世享受78歲 亞歷山大憑藉驚人的毅力 在世時拿到法律學位 取得律師資格 甚至擁有一份 教學法律術語的工作 他也用嘴巴咬著長管子 尾端接上一支筆一個字一個字 打出自己的傳記 如今這位德州傳奇世事 他的弟弟與募捐網站上也紛紛發文 懷念這位勇敢的生命鬥士 TVS新聞綜合報導 而大家也很期待的2024的重磅 事件就是巴黎奧運了 而現在呢最新的消息也曝光說 這一次的跑道可以說是別具巧思 顏色是紫色 搶先看奧運聖火儀式新版禮服 黑白相間連身長裙 胸口圖案就像古希臘大石柱 下個月聖火將在奧林匹亞 由希臘演員米娜正式點燃 謝謝英國的奧運聖火 非常高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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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史上第一套雙色聖火禮服 2024巴黎奧運還會頭一次 採用本屆代表色之一 紫色的田徑跑道 紅色是選擇的 因為它是 印象的環境 所以我們有明色的紅色 還有暗色的紅色 雖然奧運賽事還得等四個多月 但巴黎市政廳已經擺好五環裝飾 身為觀光大城 到時候生活路線當然要經過殖民景點 而巴黎市長再次承諾 夏天前會讓塞納河乾淨到可以下水 並在6月舉辦泳池派對 不過 前對俄羅斯運動員能不能參加奧運 巴黎市長說得很直白 不過國際奧會去年已經批准 俄羅斯運動員以中立身份參加巴黎奧運 一邊新聞中央報導 共享真的是一門好生意喔 除了腳踏車之外 轎車也可以共享 但是現在在中國大屋的湖北省 有個最新的共享概念 就是共享員工 上海舉行的春季就業博覽會 為加快求職者和企業媒合速度 只要掃描臉部 電腦就會自動生成履歷 直接投递到企業的人資系統 這場招聘會上 不少都是大學畢業生與在校生 雖然半導體生技醫療等新興企業 提供了2.3萬個職缺 但收到的履歷多達3.6萬份 明顯僧多周少 學生就業壓力大 清華大學教授感嘆 現在的博雅教育風氣淡薄 大學越來越像生產線趨向功利主義 然而鼎大學生工作難找 同一時間許多行業卻大喊缺工 早上一來開門 已經是客人衝進來的那種狀態了 廣東深圳服裝市場 等著季出的村莊堆得跟小山一樣高 來自大江南北的批發商不斷湧入 把去年積壓的庫存幾乎搶購一空 村莊換季帶動消費力 連帶讓廣東深圳的服裝工廠忙翻天 為解決缺工難題 湖北省咸寧市這處工業園區 開始成立共享員工平台 園區內15家工廠 在淡忘季時可互相支援人力 像是這名在飲料工廠上班的檢驗員 過去淡季時經常無工可做 不過去年11月起 他就能調到其他出貨忘記的工廠支援 增加荷包進帳 原區負責人認為企業之間互相分享員工 可創造勞資雙贏 為缺工帶來解方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聊國際呢我們帶大家聊投資 但是不是00940而是黃金 我們先來看到了 現在很多人都在存黃金耶 尤其也讓黃金的價格水漲船高 現在黃金的價格創上了歷史新高 在2024年3月13號的時候 現貨黃金的價格收盤漲了0.7% 而且來到了每一輛2174.41美元 當然是在過去到今年今天的狀況 都是不斷的在往上飆升 尤其從2023年以來 金價上升幅度已經超過了兩成之多 但是到底為什麼會漲總要有個原因吧 其實市場非常樂觀的看待 就是第一個美國有可能會降息之外 再來就是神秘的東方力量 中國大陸現在需求是明顯增加 當中背後隱藏了 因此還是避險的需求 但是呢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以現在全球的這個 黃金的消費量來說 真的是水漲船高 2023年的黃金趨勢報告 就點名了淨採購的黃金數量 以全球央行來說 來到了1037公隊 已經是1950年來的第二高了 但是呢中國到的央行就買了多少 而人行就買了多少呢 就將近有四分之一 來到了225公隊 也是1977年以來的最高點 所以產業分析的執行長就分析說 其實西方投資人 其實並沒有參與這一波的黃金熱 而是黃金逐漸的流向東方 被中國大陸給買走了 而且呢日本的學者也說了 中國大陸的人行呢是持續買黃金 以防美元霸權 而且來充當擴增人民幣來使用 但是我們說到這個神秘的東方 就要討論到中國大陸 為什麼中國大陸對黃金的需求 這麼熱這麼狂呢 主要先來看到說 現在在中國大陸有黃金的搶購熱潮 但是誰買呢 而且你可能會覺得跌破的印象 過去我們說買黃金可能是比較偏 四五十歲甚至五六十對的這些長者們 但其實不是喔 其實都是年輕人在買 大部分都是20到30歲左右 主要跟中國大陸的經濟下行有關係 法新社就解讀說 包括中國大陸股災啦 房地產危機 疫後的復蘇明顯偏染 讓年輕人覺得非常不安全 所以現在有個新的流行 叫做存這個金豆豆喔 雖然說買不起金條金塊 但是一顆的小金豆買得起吧 像是一顆至少就要2100塊 連帶讓很多的中國大陸年輕人 這樣子來存黃金 為什麼他們選擇的黃金這個標的呢 因為保值而且中長期看起來 也都是明顯不錯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到最新的 第一季的投資洞察報告 也看好黃金 尤其把黃金上調到看好等級 主要還是FED有降息的可能 還有地緣政治 還是讓全球的金融環境 是比較不確定的 所以讓整個黃金的需求 真的是一波再一波的創上新高 尤其是這種投資的金幣金條來說 投資的需求增加了28個百分點 總量來到了280噸 而如果是消費型的黃金飾品來說呢 消費成長也成長了10個百分點 達到了630噸 但是以全球經濟來說 大家非常關注的就是 美國在6月份有沒有降息可能 但現在恐怕又出現了個變數 就是美國依舊深陷了通膨情況 對抗通膨的最後一里路 似乎不太好走 美國勞工部最新公布的2月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月增率意外增加0.4% 創連續第2個月不降反升 年增率3.2% 也比市場預期的來得高 而整體物價降不下來 汽油價格飆升成了元凶之一 上個月累積3.8%的升幅 讓週三的全美普通汽油均價 來到美加倫3塊4美元 另一大禍首則是住房租金 依舊比疫情前高出三成 越來越貴的還有汽車保險費用 整個二月平均飆漲21% 創下1976年以來最大漲幅 進而在最新3.2%的通膨年率 貢獻0.5%的佔比 學者則認為 儘管這波通膨是因為疫情而起 但近期的國際動盪也持續推高物價 包括被俄烏戰爭牽動的全球優勢 還有中東的鴻海航運危機 但這份最新報告不全然都是壞消息 尤其全美的基本時薪還在持續攀升 關鍵的整體食品價格也持平不便 當中如製品和蔬果價格下滑 肉類魚類和雞蛋也只有小幅漲價 在對照美國過去幾年的數據報告 當前的通膨狀況 確實遠比2022年的2月來得低 但位在威斯康辛州西南部 這間以販售低價商品為主 億元商店到了Gener的員工 卻還沒感受到通膨放緩 或者薪資調升的效益 這間門市全體員工上週五下班後 在店門口貼上好幾張手寫的請辭公告 除了控訴薪資過低 更不滿工作超時 包括這位店經理在內 供6名員工集體辭職 另一大原因則是質疑 前僱主的物資捐贈政策不合理 事發當天這間門市在關閉三個多小時後 重新開門一夜 卻換了一批新的人馬 同樣是大型連鎖的一員商店 另一間Dollar Tree 則在公布最新財報出現虧損後 宣布要關閉旗下品牌 加多樂將近一千家門市 更大型的跨國零售龍頭 則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週三運動用皮大廠Adidas 發布三十多年來的首次年度虧損 去年一年損失六千三百多萬美元 成了剛接任執行長 借滿一年的古爾登一大挑戰 反觀服飾龍頭Zera母公司 在同一天公布了暢旺業績 不但春季上半季銷售額大增百分之十一 2023全年銷售成長也打敗勁敵H&M 全球股東同樂 根據俊利亨德森最新的全球股息指數報告 2023年全球企業向股東配發的股息 達1.6兆美元創歷史新高 當中又以軟體龍頭微軟發放的最大方 其次是iPhone製造商蘋果 以及石油巨頭艾克森美孚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大哥的行業都是言必稱AI 但是真的要學AI嗎 現在這些CEO又是怎麼看的呢 我們先來看到其實現在很多大學提供了 為期四年的專業AI人工智慧學位 學什麼包括是機器學習 還有演算法 數據分析 以及研發先進機器人 而且這個AI的風潮吹進校園 甚至包括賓州大學在2024年的秋季開始 就提供了AI學位 還有MIT這些名校也都有類似計畫 為什麼呢 其實以這個求職網站的數據來分析說 其實現在收入最好的就是學過AI的人 而且半數以上都跟AI相關 從2011年開始 AI這種學位就標速形成長 而且學士 碩士 大學跟研究所的名額都有增長 加起來總共增加了120% 但是很多的專家還是認為說 你去學這個AI的課程還是要特別注意 因為你到底有沒有需要 如果你在今天非科班出身的話 工作機會相對來說 你想要拿到這個敲門專 還是有一點難度的 但是像這種高薪的工作 還是需要特定的學位 所以還是要特別注意 但是呢 最後我們要來看到的 就是藝人包小博 用AI來附和你 包小博 爸爸這邊有朋友想認識你 你跟朋友 或者他們介紹一下你自己 你喜歡看什麼書 包小博透過AI工具 向疑似愛女發訊息 另一端立刻用女兒包容的口吻來回覆 包小博2021年愛女罹患罕病 年僅二十二歲過世 她耗費十個月 每天花十四到十六小時 整理回顧影片 終於重建數位女兒 只憑包容在戶外錄的三句對話 把破碎型聲紋調整出兩小時的正常聲紋 除了口音是挑戰 最難的或許還是回憶 我自己忍受那個 又要把那個 你做每一個聲音 突然她成長的畫面會來 在醫院躺在那邊 殘忍性治療的畫面 什麼都會來 在Trip GPT開放應用後 從形象建構到能夠唱歌 與人互動都加速了 一切瞞著老婆 就發了她唱生日快樂的歌 在我太太生日的時候 突然收到一個女兒來自於 她現況的數位的表現 然後唱歌給她聽 所以我太太一定是感動在心裡 我走火入魔嗎 不是 我只是更加了解 AI可以做到 那我為什麼不一樣做到 為什麼不利用在我女兒不能得的 就在數位世界 更美輪美奮的得到 而且是永生 女兒曾讀牙醫病倒後 學校頒發 如畢業服上的劍領是榮譽生代表 原本想將遺物燒給女兒 不過太太建議能夠掛在博士服上 包小博才繼續攻讀博士 她也強調並非是想復活女兒 而是重現還原 讓記憶透過轉移到AI 宛如女兒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 陪伴在側